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烏克蘭發威 俄黑海艦隊麻煩大了 鳳姐發視頻求放過 討厭被偷拍 不敢住華人區 白恩松突然在央視吹風 中國的老百姓又要遭殃 李毅再出驚人之語 網友放棄治療吧 阿波羅網報導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5月22號 星期三 您的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會幫助我們成長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烏克蘭發威 俄黑海艦隊麻煩大了 烏克蘭抗俄戰爭已經超過800天 烏軍在哈爾科夫周邊陷入苦戰 在海上 沒有海軍的烏克蘭卻成功地讓俄羅斯處於挨打的地位 根據烏克蘭海軍發言人普萊塘丘克的說法 俄國黑海艦隊最後一艘能夠發射 巡弋導彈的艦艇可能也已被烏軍摧毀 普萊塘丘克5月20日接受自由歐洲電台專訪時指出 烏克蘭19號襲擊克里米亞的亞塞瓦斯托布爾灣 可能嚴重損壞或擊沉了俄羅斯扫雷艦科夫羅維茲號和護衛艦旋風號 普萊塘丘克指出 如果旋風號被摧毀或擊沉的消息得到確認 那麼俄羅斯在黑海現在很可能已經沒有一艘 可以發射巡航導彈的艦艇 他表示 這個可能性確實很高 鳳姐發視頻求放過 討厭被偷拍 不敢住華人區 許久沒有露面的鳳姐羅玉鳳 近日有人在紐約中央公園偶遇鳳姐 並拍了照片發到摩社交平台上 結果又一次讓鳳姐上了熱搜 作者細說移民撰文表示 網友對著鳳姐的照片從頭髮到鞋子 從身材到手機 還有人說鳳姐不回應別人打招呼 是耍大牌 種種評論讓鳳姐苦惱不已 鳳姐錄製了一段十幾分鐘的視頻 回應了網友的質疑 鳳姐在視頻中說 自己很討厭別人總是對著自己偷拍 然後把照片上傳到國內的平台上 引起大家的評論 被別人指指點點的感覺很不好受 之前曾經在地鐵被偷拍 工作被偷拍 上學也被偷拍 鳳姐還表示 自己已經39歲了 也渴望感情 渴望家庭 想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由於一直被偷拍 導致自己的感情毫無進展 恳求大家不要再偷拍自己 只想過上不被打擾的生活 求大家放過自己 在美國十幾年 鳳姐變得成熟了 她懂得去分析處境和階層 說起自己不幸的童年 也沒有表露出自卑和怯懦 她坦然接受了自己不幸福的童年 選擇到紐約城市大學皇后學院讀書 並試圖當回一個普通人 白岩松突然在央視吹風 中國的老百姓又要遭殃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近日 中共央視主持人白岩松在節目中 突然大談電動自行車的安全隱患 稱因蓄電池故障引發多少起火災 直接財產損失超過七億雲雲 還說電動自行車究竟是哪些部件 哪些環節出了問題 才會給我們帶來如此大的安全隱患 我們又該如何消除隱患 顯然 中共宣傳機器在進行某種輿論鋪墊 然而中國的老百姓不再像起身年間那樣好糊弄 人們紛紛議論 汽車每年車禍多少起 多少人失去生命 損失多少億 電動汽車呢 每年因小汽車最尾大貨車出事 人數不計其數 如今大貨車還是沒有後防撞樑都能上路 還有一些人質問道 車買不起 摩托不讓騎 不騎電動車騎啥 要不是因為禁摩 誰想買電動自行車 開放小排輛摩托車 上排 保險 駕照 全部完善 你看還有人騎電動車嗎 有人指出中共的宣傳懲罰 摩托車說交通事故最多 電動車說起火 還有人痛苦地說 我家總共才一輛 之前八九成新的被扣走兩輛 想想那兩輛電動車心裡就吐血 心疼得難受 其他網友跟帖說 這事也就咱這能有 自己花錢買個東西都沒全力使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如果將中共央視把這些問題 從電動自行車換成中國共產黨 把白安松的台詞改為 中共黨員人數在2022年號稱9804萬 從中共成立支出至今 在中共自己公開的數據中 上至中共的所謂私人幫 中永康 下至普通黨員 有多少貪污腐敗分子 中共又給中華民族帶來多大的災難 在一次次的政治運動 包括韓戰 土改 正反 三反 五反 思想改造 文革等等 導致8000萬中國人無辜失去生命 這些歷史一次次提醒我們注意 中國共產黨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 才會給中華民族帶來如此大的災難 我們又該如何從根本上消除隱患 這才是中國社會最大的當務之急 李毅再出驚人之語 網友放棄治療吧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近日 一則有關李毅的視頻引發網友熱議 視頻中 李毅與一些人圍坐酒桌旁 李毅說 中國現在拼出來的真的就兩個 一個是華為 一個是比亞迪 一個是任正非 一個是王船福 你說你要放翻美國 你說美國不行了 中國行 你至少要先來個30個人正非 王船福再說呀 所以美國第一 在經濟軍事高教 科技 原創各方面 不是說要垮 是根本看不到有任何調的跡象 李毅這一句話 等於把從中共黨魁到一眾所謂國師 來了一個全盤否定 因為中共所有的所謂 頂層設計都是建立在一個基本判斷的基礎上 那就是所謂的東升西降 李毅的回答則是 美國第一不是說要垮 看不到任何調的跡象 這等於給了中共黨魁和所謂國師們一記響亮的耳光 李毅接著說 但是中國有一個辦法 可以讓美國的GDP大調 就是三天拿下臺灣 中國一旦三天拿下臺灣 國際地位啪的一下 美國就一個大調 中國一個猛聲 一下把跟美國的距離縮短一半 先不說李毅如何能夠保證三天拿下臺灣 僅以後半部分的美國大調 中國猛聲來說 李毅又不小心說出真心話 那就是美中差距實在太大 哪怕美國大調 中國猛聲 李毅也僅僅認為差距會縮短一半 但是李毅的思維實在太過跳躍 他認為三天拿下臺灣的後果 竟然是全世界都來買中國貨 都認中國品牌 都買中國武器 很多人來中國留學 都來歌頌中國 美元霸權 立刻幹掉他一半 全世界人都開始用人民幣 哈哈哈哈 視頻最後 當李毅討好的一邊大笑 一邊黃過左右的時候 尷尬的一幕出現了 左右眾人依然面無表情 在留言區 一位中國大陸的網友問道 三天打掉和都來買中國貨裡的邏輯是什麼 用什麼想的 另一位回答說 他們需要邏輯嗎 還有人說了一個關鍵問題 萬一 我說的是萬一啊 三天沒拿下來 閃電站沒閃好 會有啥後果 這絲沒說 有人注意到 這嘉賓配合得一般呢 一位網友問道 像這種程度看腦科還有救嗎 其他人回覆 不大好救 仍可有命放棄治療吧 還有人問 不是誰放出來的得負責呀 一位網友則惜字如今 他看完後只寫了三個字 要別停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都溫暖並激勵著我們奮勇前進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副頻道訂閱和贊助鏈接 請大家多多支持 您的點贊 轉發和留言會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也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請大家看 因為很久而言 Podcast 已經開槍了 我們就在鼓勵中Thank you